6月2日,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,在第18届相隔里拉对话会上,较中国与国际安全合作议题做大会发言。 重点介绍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努力,充分阐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,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,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,做出积极贡献。 魏凤和在演讲时表示,对美方的一些观点,我们有不同看法,对美方的无端指责坚决反对。 那么,中国防长的讲话,都释放了哪些讯号呢? 魏凤和在演讲中表示,中国政府和军队坚决维护世界和地区繁荣稳定,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。 70年来,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,没有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,没有占领过别人一寸土地。 历史已经并将持续证明,中国不走国祥必败的老路。 中国军事战略,始终坚持防御、自卫、后发制人原则。 强调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。 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 魏凤和同时也指出,面对复杂严峻的安全威胁,中国军队始终牢记祖国的神圣领土,一寸不能丢。 别人的东西一分一毫也不要。 魏凤和强调,中国军队不惹事,但也不怕事。 如果有人铤而走险,突破我们的底线,中国军队必将断然出手。 打败一切来犯之敌。 近期,美国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。 这在危害美中关系的同时,也带来了台海局势的不稳。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,魏凤和表示,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容忍国家分裂。 中国必须统一,也必然统一。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,中国军队别无选择。 必将不惜一战。 必将不惜一切代价。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。 关于南海问题。 魏凤和说,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向好。 中国与东盟国家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取得积极进展。 这是我们大家特别是意内国家努力的结果。 但总有人想在南海兴风作浪,乱中谋利。 魏凤和指出,一些国家不远万里把军舰战机开到南海。 究竟目的何在? 个别大国到处插手地区事务,制造乱局。 最终一走了之,留下一堆烂摊子的势力还少吗? 在谈到西方炒作的中国南海岛礁建设问题时。 魏凤和表示,中国在自己领土上开展建设。 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。 魏凤和指出,中国在岛礁上,搞一点防卫设施是为了自卫。 有威胁才有自卫。 面对超强武备的军机军舰,我们怎么能不搞点防卫设施呢? 就最近美国对中国发动经贸摩擦。 魏凤和表示,在实现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的历史程序中,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系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。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,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。 中国不济于他国利益,不嫉妒他国发展,但绝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。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苦果。 魏凤和强调,正如最近美国对我们发动经贸摩擦。 要弹,大门敞开,要打,奉陪到底。 中国民众现在热传的九个字就是 弹,可以,打,奉陪,七,冒想。 尽管魏凤和的演讲,被外界认为是被先前美国防长发言的正面硬钢。 但魏凤和在演讲,最后还是展示了友好姿态。 重申中美关系合则两立,斗则俱伤。 在稍后的问答环节中更表明,中国无异。 也无力与美国争世界老大的地位。 中美两国谁也打不倒谁。 而在早前的5月31日傍晚,中美两国防长,还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了会晤。 此次会谈气氛积极,有建设性。 双方都认为,保持稳定的中美两军关系非常重要。 两军应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。 深化交流合作,管控分歧风险。 努力将两军关系,打造成两国关系的稳定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